说起风电能源,很多人相信都有了解过,但是随住陆地的资源不断缩减,又迫于发展和人类的居住问题。 所以要拿出大量的土地来发展风电,对当下的每个国家来说,都是一个困难。 但是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,这不。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,陆地的风电从而衍生出海洋风电,在海洋中建造风电装置,从而减少对地面的使用,又能得到更多的风能。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好主意。 虽然风车最开始是我国率先发明的,但是经过后面的发展, 是荷兰人和丹麦人,正是将风车一步步变成风力发电机的,而如今在海洋风能领域,也自然是欧美各国领先。 毕竟他们是发达国家。 但是我国也并不差。 随住这半个世纪的努力,我国的经济成功飞跃,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 而在科技上,也逐步研究出具有自国特色的科技,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不需要求人的国家。 而发展经济和科技,自然也是要用到能源。 所以在2010年后,我国也开始进入海洋风电领域。 而在当年,我国就建起了两个海上风电专案,为我国进入海上风电领域成功铺垫。 之后,随住不断的建造,累积了大量的经验的我国,终于一跃成为世界上海上风电技术的先进国家。 如今,凭借住我国的技术和海洋面积,我国可以安装的海上风电,大约有两亿千瓦。 而在2015年的时候,我国就成功突破达到500万千瓦的装机量。 而按照计划,未来的一至二年间,我国将会继续扩大安装范围,争取在我国江苏、上海、福建,以及山东等等沿海省份建造大型风电专案。 从而缓解我国对于能源的需求。 如今论起来,海洋风电在我国能源的需求上,就像一匹黑马,正在不断前进。 从默默无名,到现在成为我国第三大供应能源。 未来,相信这些新兴能源会发展更好,成功让我国变成一个环保能源之大国。